你好欢迎收看4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29日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本土个案病例有11974名 而花莲新增272名确诊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未来如果家用快筛阳性 社区快筛站也为阳性 才要到急诊做进一步的PCR 减轻急诊室的负担 并预告这周末6日两天 将在花莲火车站提供疫苗接种 需要的乡亲记得前往了 本土单日又破万 29日个案病例达到11974例 其中花莲新增272例 累计2487例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在记者会上表示 因确诊人数持续升高 若家用快筛阳性就到急诊PCR 恐怕增加医疗量能压力 造成急诊庸舍将会有所调整 因为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相对代表PCR要做的人会越来越多 也会造成医疗很大的负担 尤其是最近很多快筛阳性 要到急诊去做PCR 使急诊的量能压力 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未来可能会转换成为 我们要去做PCR 必须要先做居家快筛阳性之后 拿着居家快筛的这样一个结果 再到我们的社区撒检站 或是医院去做PCR 如果没有这个部分的话 那还是就无法直接 在医院去做PCR 我想急诊并不是只看新冠 急诊室有太多太多 中风吸气梗塞 慢性肾病等等等等 很多外伤的病人都需要在这医治 所以必须做一些分流 否则急诊室无法再继续附带下去 所以在这边再次强调 如果你是做抗原快筛 下礼拜的话 在北区是在布立花莲医院 在南区的话 是在玉里慈祭医院 但是一旦你家庭快筛阳性 或者是说你去社区撒检站 发现到你是阳性 看完阳性 那时你要去做PCR确诊 那在北区的话 就到我们的门诺医院 南区的话 就在我们的北隆的玉里医院 那这是我们未来会转型 所以到5月8号之后 社区的撒检站的话 只会在PCR的撒检 也只做 就是你家用快筛阳性之后 需要做确诊的这个撒检 那一般的抗原筛检 就请去我们的药房 买这个家用快筛器来做快筛 5月2日到8日 张由布立花莲医院 开设社区撒检站 南区则是玉里慈祭医院 PCR采检站 北区在门诺医院仁爱楼 南区在北荣玉里医院 而4月30日和5月1日周末两天 也将在花莲车站提供疫苗接种 鼓励符合资格民众前往施打 记得长邦彦 花莲师报导